你有沒有看到淺淺的微笑 有沒有看到那個有點綠茶的樣子 綠茶的樣子 我今天看到他會有點不開心 但是這個本人怎麼跟那個 網路上那隻 因為我平常都是在家裡做蛋炒飯 我是第一次來到外面 所以我才覺得就是 在外面做很困難 對 跟在家裡的小鍋子做是不一樣的 我以為是另外一種做 那床上的炒飯跟 一鍋子的炒飯來用 真的是喜歡運動的 可以運動的 我當然是喜歡可以運動的炒飯啊 對對對 人流很多汗的炒飯 我越喜歡 你們兩位之前並沒有藥味 哪有我藥味我第一次看到他有點不太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個女生看起來就是有點小白兔的感覺 然後我站在他旁邊 我就是像 像那個獅子一樣好像會把它咬下去 然後所以我的形象就會變差 所以我覺得 哇 我這次完蛋了 我標題又要被寫得很好 對 所以是你看又來了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淺淺的微笑 有沒有看到那個有點 對茶 對茶的樣子 對茶的樣子 其實我今天看到茶尾有點不開心 我那天啊 這個本人 怎麼跟那個 網路上電視上一樣做的 我跟茶還是我的好心 你應該是上下半球都帶來 那這樣子 我應該要怎麼辦 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也覺得蠻特別 就有時候啊 可能到活動現場 然後跟客戶鑑定的時候 客戶很常會叫做明明 會不少是叫做明明 他可能會產成明蝦 明蝦 明蝦嗎 對很長 明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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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一個叫明蝦 明蝦 有明蝦 明蝦也有 明蝦 明蝦 因為我們今天做這個計畫 其實他邀約我的時候我也蠻驚訝的 我想說 他們就是來電我這個小屁孩 對 所以 可是我覺得我是毫不畏懼 人家邀約我就來 對 然後 我想說 師姐帶師妹嘛 對不對 老母雞 老母雞帶小雞 這樣可以了嗎 像我能贏的 可能就只有廚藝的互算了 我們互相 對 像菩薩讓一下師姐 對 對 我們就是互相人氣 就互相互口 就是有力 我覺得有力 沒有力 其實我也蠻期待 就是之後已經可以再有機會再決定 快刀斬斷高麗菜 再來兩顆蛋 當黯然小魂的腔融味出現時 不用靈犀一指 放入所有配料 文武婆快炒 當炒飯完成後 哈哈哈 敲碎焦糖 最後 焦糖炒飯 浪漫的結合 料理醫生 獨家 台灣一號 浪漫焦糖炒飯 完成 現在是上午10點13分 現在明明就中午12點啊 從現在開始 我們是1分鐘的朋友 我們才剛認識吧 做羹要講究火候 火候不到 串孔難調 所以這一集要做羹湯嗎 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 做任何事情 都有保存期限 好好聽人說話 鮑魚會過期 炸彈會過期 就連月經也 夠期 是 然後我把王家衛的BG院 關掉 欸 Gina 首先 中華料理中的蛋炒飯 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用學癮刀法 切好洋蔥 快刀斬斷高麗菜 月面切開紅蘿蔔 好 接著 準備好薑末 Fire 看準時機 將麻油和薑蓉 放入煎鍋中 文火拌炒 再來兩顆蛋 當黯然小魂的薑蓉味出現時 我用靈犀一指 放入所有配料 文火快炒 恩 是時候加入米飯了 來老王家的醬油 跟包豬公介的雞粉 一起拌炒 欸 等等等等 讓我們將畫面倒帶至15分鐘前 在我吃小吃的朋友的同時 我用了多醜餅分身之處 準備好的甜蜜焦糖 來 下砂糖 來 炒炒炒炒炒炒 炒至變色後 放涼它 當炒飯完成後 哈哈哈 敲碎焦糖 最後 焦糖炒飯 浪漫的結合 料理醫生 獨家 台灣一號 浪漫焦糖炒飯完成 有些人 過守國登山 一步一重天 舌尖上的終極 愛與心之排隊 如果有接到滿意的電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滿分十分鐘 謝謝光臨 水落成風 塵風 沖 沖 讓窗外的風 吹動每個毛孔 我是巨利 最稀柔的品種 看到的人 以為是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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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吃看可以試試看 那等一下會在現場呢 請去做一道焦糖蛋炒飯 這算是跟館長PK嗎 其實也沒有要跟館長PK 很欣賞這個館長 因為它這個便當它最主要是 可能會有健身啊之類的 那我們會想要放焦糖呢 也是想說呢 可以在炒飯上面做一點變化 然後有一點鹹甜鹹甜 吃甜的也是很好 那也歡迎館長呢 也可以來試試看